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时间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传给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看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 利用SuperVance Function继续赞助支持本人 我们讲讲关于23条立法最新的Update 给大家看看究竟有什么重要的地方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些细节 这些细节的话是一些新的东西 是政府和立法会这班狗奴才这班议员 在猜猜猜的时候不断越做越劲 奴才永远就是主旨有令 自己要做足所有功课 主旨这个未想到的东西 奴才有责任要为共产党的政权 为习近平习猪头去分忧 这些情况就看到 各个人官员越长 陈克勤那些 又大干快上 是 这些东西 很多是套好套路 找一些东西 等于像是做雪乒乓球 打叮乓球 将那些拋出 被建制派 其實全部議員都是建制派的 有些就是說 大家一起爭功 就是說這些表忠 火火紅心向太陽 什麼都有 看看這些究竟是什麼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 我們知道 根據很多媒體都指出 自由亞洲電台也都會撤出香港 相當可惜 一個時代結束 但不得不言 香港政府加速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 已經到了最後階段 法案委員會 星期四、十四號 即昨天已經完成了 經過修正的草案審議工作 政府在修正案裡面 最後加了多項的新條款 政府加入的 包括新增原本草案 沒有的國安委的角色 OK 國安委的角色 那你知道就是現在警察 有這個國安的部門 另外的國安公署 是共產黨 就是中國 專門設立香港的 另外還有國安委的 國安委是特首 下面的國安委的角色 是屬於特區的政府部門 新增他的角色 就是任何人 在執行職責並作出決定時 你警察也好 律政司也好 任何人 其實任何人 包括法官 法官 任何人執行職責並作出決定時 需尊重及執行國安委的判斷和決定 如果你說任何人 任何人 警察 律政司 會員事務檢察 獨立可言 一到國安委的決定和判斷 你就要跟 任何人 包括法官 當然現在的國安法指令法官 或以後的國家安全指令法官 基本上全部這些人 都要為共產黨馬首是指名 但是他在制度上確保 結論不能如月國安委的決定 黨 特首 特區政府 國安委 完全一條邊 你司法部門有任何大假法的警察 大假法的法官 都不可以 作出如月國安委的判斷和決定 再說到任何人 很少新聞會 catch 到這個重點 OK 這個才是我要說的重點就是 以後不需要審了 這樣的審法就是說 以後所有的審判都是多餘 你要尊重及執行 你同意的要服從 不同意的要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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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都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政府要提出修正案 政府要提出修正案 那班這樣的法律 法案委員會的委員 那個ESA 二讀三讀 換言之 極有可能 我想已經寫在場上 3月20日下星期三 通過這條維護國家安全的條例 即23條立法 完全完成 不是415的那個鬼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NO 320 大幹快想 丁薛祥在兩會期間 四個大致叫特首 儘快完成 不是丁薛祥這個國務院副總理的意思 雜豬頭的意思 要你這樣做 DO 所以 香港人真是無所祈禱於天地之間 連買機票的機會都沒有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 我們不單要盡快提交 遲了27年的功課 所交的功課 也必須是一份嚴格按照立法程序的高質量 可以得到高分數的作品 即是他要 共產黨交通任務給我 就要新則立法力 先知立法力 高質量 垃圾 今次法案委員會的工作 確實能夠達到這個目的 今天和林定國說這個狗奴才華 我期望大家能夠繼續努力 按照早一日多一日的原則 盡快完成立法過程 的確 林定國口中 持交了27年的功課 最後只需要7天 總共43個小時 就是能夠完成大部分 那麼 你會看到 四十三個小時 每天 淡油淡到這麼出執 就是說兩會之後 要在這個月內盡快完成 這個是死命令 草案和修正案都已經完成審議了 接下來立法會 就在今天15號 舉行內會 內幕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的主席 廖長江表示 介紹會做口頭報告 按程序 預料有機會 在下星期三 二十日 在立法會大會 恢復二讀辯論和三讀通過 那麼 現在立法會 基本上無染雞龍 全部那些狗奴才的議員做事 也基本上是行禮預言的一個花瓶 特需政府最後提出的修正案 列出多項修正的 包括 行政長官可以向任何部門或公務人員 發出行政指令 做維護國家安全工作 任何部門或公務人員必須遵守 又庫權行政長官 會和行政會議 可以訂立23條的附屬法例 違反附例的最高罰款50萬和監禁7年的 OK 即是他要做一些所謂23條的附屬法例 這個才是更加多的細節 魔鬼不知藏在細節中 還藏在整個答法都是魔鬼 跟著還要搞行政長官 行政會議 訂立23條的附屬法例 都未訂法例 就說違反的 問你7年 多麼厲害 只是說明罰你多少 但你要遵守些什麼 不告訴你直接 而那些東西隨時增加的 總之這條23條的附屬法 先說明了 以後行政罪官立那些東西 違反罰款50萬 監禁7年 但未說你要遵守些什麼 先說你違反那些不知道什麼 監禁7年 這就是涉及到他們 還不止 附屬法例作的行政指令 order 有些附屬法例 就是一些規則 先公告給大家聽 另外一個行政指令 即是 order decree 這些所謂的行政指令 任何部門和公務人員 必須遵守的 行政指令 針對 在這個粉嶺住的 姓羅的家 抓了他們的衝動 你們必須遵守 你不要問行政指令是怎樣 你針對曾鈺成 太空城 抓他陷家 來這個地方 找他16天 找他執行 那大家很開心 容海恩 家嫂 你 你自己知道要交代些什麼 來 抓你 遵守 這叫行政指令 行政指令 還是執取特定的人 特定的事 做 Do it 是無法無天的 它不是說規則 行政指令 這些才是細節這些魔鬼 哇 一刀刀地飛過來 那我在台灣 很多人在英國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怕不會受影響 在謀在香港的人 這些就是關鍵的要害 修正案也加入了原本草案沒有的國安委的角色 剛剛說過了 凡法律授予某人任何職能 在執行決定的時候 須尊重及執行 國安委的判斷和決定 不是 凡法律授予某人任何職能 條例沒有解釋任何人 是否包括司法和立法機構 告訴你就是 那要不要審呢 有了23條立法之後 那些蘋果案 四十七人案 立場新聞案 支聯會案 還有其他一系列未審的案件 快必案 還有很多其他案件 不能進入了 什麼案件都好 都必須遵循國安委決定 法官都要 總之國安委說 有罪 這就是國安委的判斷和決定 法官是任何人之一 必須尊重及執行 不是尊重 是要執行 民建聯的陳克勤表示 贊同 國安委的角色整個維護國家安全的體制中 等於一個大佬的角色 如果在我們這個條例草案裡 沒有加入國安委的角色 判斷和決定 其實是怎樣捉 就是拆到出執 另外 新增條文 也在與受禁組織相關的罪行裡面 加入了規管影子組織 這就重要了 政府解釋說 如果有禁止 有組織被保安局禁止運俗之後 就是禁止支聯會 但有成員 不論用明示或暗示方式 仍然以受禁組織的名義行事 就是影子組織 我是支聯會的前常委 影子組織 禁止蘋果日報 壹傳媒 我是壹傳媒的前例 影子組織 我禁止這個國際特赦組織 香港監察 還有香港民主委員會 你誰說 親吼嚇了自己 影子組織 保安局副秘書長廖李可奇 就說 廖李可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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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我們可以證實到 顯示他其實都是受禁組織的延續 我亦都可以用到這些佛則 總之 你hold out自己 你就是那個組織 你搭自己的朵 就是那個組織 新聞黨葉劉質疑 如果是網上平台又怎樣執行 他說做生意當然有影子組織 做生意哪裏當然有影子組織 他說例如一間賣燒鵝店 好出名 好多人假扮他 你不是說說容器 什麼燒鵝 影子燒鵝店 灣仔都有好幾間 別人的兄弟拆火 我也知道過 我也吃過 但做這些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你明明禁影子組織 我就開一個新的 或者純粹的網上平台 影響力更大 那你是否用香港國安法處理呢 即是你說 你用一個 這個是六四紀念館 這樣 這個六四紀念館 支聯會 你搞影子組織 你不講支聯會 你說六四紀念館 搞個網上群組 很多人like這個專業 影響力更大 是否用國安法處理呢 官員解釋說 只要是一個組織 一群人 有共同理念 一起做一些活動 不論有沒有實在地址 就適用條文 即是攬炒你們了 你明白嗎 即是 他說你是就是了 他說你是影子組織 套個帽給你就行了 嘩 真是好可惡 那部分修例呢 就按照議員的意見修改 例如刪除發出搜令後 六個月才將指名人士 列為潛逃者的時間規定 即是你不是潛逃呢 即是說呢 法官先要做一個warrant 給你六個月 你全理不到案之後呢 又證實到你出境 於是乎你是潛逃者 現在不用了 你不是法官發出搜令 在所不民 總之說你是就是 你通緝榜的名單當然是 不需要發出搜令 六個月再存不到場 才算是潛逃者 今時今日呢 潛逃者大幅擴張他的定義 第二 任何的潛逃者的條文就說呢 修訂了潛逃者的條文說呢 任何人不會因為 和某人成為潛逃者前 所產生的合約協定和義務 而被視為違法 也都無需向政府申請答許的 即是和周庭 即是簽了這個租約 租他的樓呢 已經是連續租這個 一年 沒問題 那你繼續租下去了 但 一年之後你逐約的嘛 逐約就算了 逐約就算了 起理釘了 即是你和 譬如羅冠聰 譬如和這個 冷炒巴 即是劉祖迪 和這個許智峰 那簽了租約 簽了兩年 兩年之後 你要再續約 就扔死了 但以現在的那些 grandfather 這些勾行的東西 有什麼意義呢 是吧 即是這個是一個重要的地方 即是說呢 他就要安撫一些所謂的 一些人 對於這件事的衝擊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這些東西是 到最後就是說 這些修訂是重要的 剛剛我講 即是重複多一次早的整理給大家看 法官 律政司 完全服務 服務 服務國安委 他們根本就沒有獨立的司法可言 講明了 第二 第二 任何的行政指令或附屬法例都要執行 這些是在法外更加增加的新的負擔 第三 影子組織 第四 即是大覆獲大逃犯者的定義 第五 下個禮拜三 二讀三讀通過 320 這些就是我要摘取的重點 希望大家都明白 一點都不容易 而在現在的情況下 更加重要的就是 鄧PK 在昨天大鬧明報 的A3版 有一篇報道 誤導 標題惡毒 必須強烈譴責 那篇報道 就涉及到一個標題 就寫說 23條修正案 父權特首行會 施國安指令 沒錯 這個標題是對的 那就是行政指令 國家安全行政指令 它下面的副標題就是它對的東西 就是涵蓋加強管理傳媒等 四條罪類可送交內地 我就不知道它有些什麼 根據有這樣的條文 那這個今天副標題 就被鄧PK 就說 哎 好生氣 是錯了 完全是不能夠接受的 他說 傷害已經造成 又是事件再一次嚴重打擊 明報公信力 各位 你說這句話 今天就是鄭重 涵蓋加強管理傳媒 你條法例未立 你扔PK 這個所謂的垃圾保安局長 都可以 哇 開個會 大肆這樣 好像文革式批鬥這個傳媒一樣 那你不是加強管理傳媒是什麼 那你立了還得了 是不是 立了有假新聞化 我沒有講過給大家知道的 在那個國安條例裡面 23條裡面 就說 哪個人去做一些虛假訊息 妄顧國安的 重判 假新聞立法 我已經先指聲明 告訴你 假新聞立法 早已經在23條裡面 那不是加強管理傳媒是什麼 是不是 你說虛假訊息 或者是重判 這個人對 涵蓋加強管理傳媒 四條罪裏可送交內地 不是剛剛 其實他講明是沒有錯的 四條罪裏就是國安法 有什麼問題 23條立法 雖然沒有一個具體條文說你要送中 但它有一個條文包括的就是 全部的國安法是包括了國安法那四條罪裏 國安法第43條 今次的23條立法 還有未來和以前所有其他國安條例 寫了在你自己那份諮詢文件裡面 今天不是四條罪裏就是分裂、顛覆、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勢力 就是送中啊 這個不是第一次講 2020年6月3日你立國安法已經講的了 新的了 但問題是這個國安指令 是不是可以涵蓋加強管理傳媒 四條罪裏可以送交內地啊 是啊 所以我說明報寫這個正標題 副標題是事實 它誤導是事實怎麼誤導呢 你說它錯在哪個地方 怎麼影響公信力 是嗎 你會知道行政上官會和行政會議 可以維護國家安全所需 定立附屬法例 而且可以發出一個所謂的國安指令 OK 那明報A3版的這個標題 內文翻查並引述 港版國安法第五章定名的職責 它將港版國安法全部查 為什麼 因為諮詢文件有講到 23月立法 就是整個國家安全立法的其中第三位 第一位是港版國安法 而港版國安法第五章規定了 加強國外和境外國際組織 非政府組織 新聞機構管理服務 以及特定四條罪 即我講一次 分裂、顛覆、恐怖活動 以及勾結外國勢力外後國家安全 將被告移送內地處理 即是宣傳 即是宣傳 他沒有說錯 這個東西是對的 那這份PK 你憑什麼去指責明報呢 竟然點名明報 說這篇報道具有誤導性 強烈譴責、堅決反對 說有一個合乎常理的人 看完報道之後 都會誤會 23條立法設有加強管理傳媒的條款 也令人誤會 有送交內地的條文 喂 去到最後 那個Point不是在這裏 你看看 那條文就是 23條修正案 父權特首行會施國安指令 涵家強管理傳媒等 四條罪類可送交內地 即是23條修正案 不只是這個法律 是裡面說明 會擴大整個國安的框架 是這件事 那這個誤會有什麼問題呢 即是就算誤會是 現在新的法律沒有講這件事 有以為他講這件事 不要緊的 實際上是真的這樣 實際上是這樣 實際上是這樣 所以這些叫做 他批評有一個資訊是假的 錯的 不對的 即是這樣很大聲大聲大聲做 應變反駁隊 是不是 你反駁點嗎 實際上是這樣 不是23條設有機制 OK 但是 23條立法之後 就是確認了有這樣的機制 因為確認了國安法一直立得對 它是加強傳媒管理 正如你今天都已經加強傳媒管理 你鄧炳強說這番話 針對明報A3版 根本就加強傳媒管理 他講的完全對 是事實的 他說條例草網沒有提及傳媒 條例草案九沒有提及黎智英 條例草案九沒有提及戴耀廷黃之鋒 是不是 沒有提及唐英傑 是不是 沒有提及周幸彤 是不是 照拉他 提不提及傳媒有什麼意思呢 假新聞法 虛假新聞網告 國安拉你十年 更不會限制傳媒這個浪費 今天你做的事就是限制傳媒 是不是 他說又澄清23條立法 管理立法由香港處理 他批評報導的標題惡毒 他作為應變反駁隊隊長 必須加強反駁 強烈譴責明報 說事件再一次嚴重打擊明報公信力 引起市民的誤解和不必要關注 那明報的復軟 復軟就是匪羽 就是虎羊 意思是屈服 貴 網上協出更證和澄清啟示 他說報道標題涵蓋涵加強管理傳媒等 四條罪女可送交內地有誤 明報表示根據修正案 特首會和行政會議可以維護國家安全 並更有效實施 包括國安法等而定立的附屬法例 當中包括國安法第五張 中央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的職責 但這個並不是在第23條新增或修訂罪行中 可以移送內地 並就有關標題並不準確 惹人誤會心表協議 我開始講過他附屬法例 國安法附屬法例 行政指令 這些東西就可以送中 OK 並不是他新增的五個七個犯罪有送中 沒什麼意思 但是任他說的 喂 你今時今日 你那五至七個新的犯罪 和舊有國安法的四個犯罪 全部是cross over很多的 總之覺得你這個人要送足 就是用國安法來告你 國安法是任他說的 說你勾結就是勾結的 你不是他打小便顛覆 國安法他抓得到你 23條抓得到你 任他開邊飯 是吧 邊飯他都行 他喜歡今天要拉你送中 明明告告一下你 用國23條立法下面的 叛國罪叛亂罪告你 想想一下 不行要送中 改用國安法的顛覆罪來告你 送中 所以任他說的現在 各位 不要心存僥衡 我只覺得說 情況未許樂觀 大家要知道這個 the storm is coming 即是我說第二階段 對香港打壓已經開始了 320正式啟動 希望大家保重 尤其是留在香港的人更加保重 我只是將一些我見聞 我看到的東西跟大家說 卑之無甚高論 很多可能你看新聞都有這個意思 不過找我 來講一講 去echo一下 自己心裏一直的看法 有些可能不看新聞的 聽我說的都可以 即是將我的意見 你視為一種參考的方式 我只希望大家 不在知性上有增長那麼簡單 就要去好好作出 應該有個行動抉擇 人生就一次了 希望大家每一刻都能夠珍惜自己 和自己所心愛的人 自己家人的幸福 這個才是我的初衷 希望大家努力加油 下節再見 明天 明天 明天